好,歡迎回到陳皮妹的頻道 今天講什麼呢? 今天講10月2日 就有新的VIP團體戰 打DEOC 我收到邀請券 時間是10月2日下午4點半到5點3 在深水埗公園 我會打DEOC 我之前也打了7至8場 團體戰 升到金章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現在團體戰可以邀請一個 好朋友 第三星或第四星的好朋友可以邀請 但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當你邀請這個朋友的時候 萬一朋友退出你的邀請 你就不可以再邀請第二個 要小心點 打的時候就不需要一起打 可以分開不同的隊 打,不同顏色都可以 大家這一點要留意 講一下VIP團體道館 怎樣才可以容易得到邀請券 第一件事最好 你當然要打到金章 銀章或銅章都有機會 但就少些 另外團體戰的供應 又要較多 你打多些或傷害 輸出高些 那就容易得到邀請券 還有一點要留意 如果你打一二星的 Pokémon的時候 最好就是一個人自己可以打 輸出就自己拿了 那就容易得到VIP團體戰的邀請 好,接著就講 用什麼Pokémon可以對付這隻Dios 第一隻就是這個超夢夢 超夢夢 要準備的技能有兩招細技 這個念力和精神利人 就是超能力屬性 另外一招 大技就是絕版的暗影爪 要舊版的超夢夢 才有這招 新版的超夢夢就是這招 大技的鬼屬性的暗影爪 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沒有超夢夢的話 可以用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超夢夢 用舊版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 惡系的班吉拉 班吉拉 我想大家都會有 兩招惡的招式 細技 咬住 大技 咬睡 很簡單 記得準備 第三隻要準備的就是緊鬼 緊鬼是鬼屬性 當然就是 有兩招細技 兩招都是鬼屬性 第一招就是和不單行 第二招 如果你有的話 就用這個暗影爪 因為暗影爪也是絕版技 大技的話 就用這個暗影球 三招你準備了就可以了 好了 第四隻 比較難玩的角色就是 阿布索魯 惡屬性的Pokemon 有兩招 細技就是大聲咆哮 大技就是惡之波動 兩招都是惡屬性的 如果你沒有之前的三隻 就用這隻 最後一隻 會比較適合打Dios 就是佐咒娃娃 當然就是 有兩招鬼的招式 西技就是這個暗影爪 大技就是這個暗影球 萬一你真的沒有了 比較大隻的Pokemon 就用這隻 佐咒娃娃都可以頂住 這五隻大家記得準備 希望大家也可以 如果收到券的話 星期二就可以捉到你第一隻的Dios 如果未有券的話 就努力點打這個VIP 現在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派了券的券 也有機會再派券 如果轉回這個VIP 邀請券券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 抓到你的新的Dios 這條片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個讚 訂閱我頻道 以及讚好Facebook 陳皮妹頻道專頁 我們下一條片就是這個10月2號 我去打這個Dios 的團體戰 VIP團體戰的影片 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